你知道全世界最脏的食物是哪些吗 第一名很意外 第四名从小吃到大 今天我们盘点一下最脏的十种食物 第十名猪大肠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猪大肠不干净 但是又难以抵抗这种食物带来的口感 对于那些喜欢喝酒的人来说 猪大肠更是下酒的好菜 然而你可曾想过 猪大肠可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脏 它是猪排泄粪便的地方 即使你洗得再干净 都会有一些粪便的残留物 况且有些人还喜欢吃原味的 认为洗得太干净 味道反而不纯正 如果你肠胃不太好 我劝你少吃猪大肠 因为里面可有不少的细菌 你的肠胃很可能受不了 引发肠胃疾病 第九名猫屎咖啡 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 它干净不到哪里去 但是依旧有不少人认为 喝上一杯猫屎咖啡别有情调 一般来说 猫屎咖啡与摄香猫有关 人们会给它喂食咖啡果 因为它无法把这种果实完全消化 所以只能原封不动地排泄出来 人们在从它的粪便中提取出咖啡豆 清洗烘焙以后制作成咖啡 光是这个过程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但它的肮脏程度远超你的想象 咖啡豆上残渣的粪便无法彻底清除 而且人工养殖的摄香猫通常也身患多种疾病 它们排泄出来的咖啡豆怎么可能洗干净 第八名草莓 春天到了 你是不是最喜欢到乡下采草莓 需要提醒的是 刚摘下的草莓可千万别直接吃了 因为它真的很脏 农药残留榜一直是水果中的第一名 如今很多大棚种植的草莓都定期喷洒农药 而且草莓的表面经常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虫子 如果你能看到这些虫子 恐怕你就吃不下草莓了 当然草莓也不是不能吃 只要正确的清洗 农药和虫子都能洗干净 第七名鸭脖 鸭脖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小吃之一 不过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 鸭脖不仅难啃而且还很脏 鸭脖的表皮底下有很多的胸腺 这可是细菌和杂质的腹肌区 它们对人体的健康带来不小的影响 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吃街边推车卖的鸭脖 这些小摊贩的卫生难以得到保证 加工的方法可能不符合卫生标准 吃了以后容易拉肚子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鸭脖 最好是去皮以后再吃 而且还得到正规的店铺买 第六名烧烤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来两顿 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烧烤的确很好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真的很脏 食品在烧烤炭烤的过程中会吸附不少的灰尘 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为了降低成本 常常选择那些低劣的原材料 有些丧心病狂的商家甚至还用地沟油 原材料也不洗 直接就摆上烤架 撒上各种调味料以后 你根本吃不出异常 因此长期吃烧烤肯定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 搞不好还会患癌 第五名臭豆腐 看到臭豆腐你是不是流口水了 美味的臭豆腐是由豆腐发酵而来的 很多小摊贩在这一制作环节的时候 根本就不注意卫生问题 此前还有新闻报道过 个别摊贩甚至到厕所里制作臭豆腐 就算卫生条件让人放心 大家也少吃一些臭豆腐 因为它在油炸的过程中会产生亚硝胺等致癌物 长期食用会增加患癌的几率 第四名辣条 有人说没吃过辣条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 且不说这句话是否正确 如果你没有吃过辣条 那就恭喜你有个健康的好习惯 因为辣条真的很脏 目前市面上很多的辣条都出自小作坊 这些小作坊的卫生环境 制作标准以及原材料等都难以让人放心 就算是那些大品牌的辣条 大家也少吃一些 因为辣条里面可有不少的添加剂 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 第三名 小龙虾 你最多能吃多少斤小龙虾 三斤还是五斤 作为夜宵爆款的小龙虾确实非常受欢迎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 小龙虾很脏 它的生活环境很复杂 容易遭到重金属的污染 虾头通常藏有大量的污垢 而且身上还携带着不少的寄生虫 如果清洗不干净 食用者很容易出现腹泻等症状 清洗小龙虾可要花费不少时间 所以很多商家为了追求速度 就是简单冲一冲 刷一刷就下锅了 如果你真的戒不掉小龙虾 那就别吃虾头吧 反正也没有多少虾黄 第二名 鲜鱼 很多人对鲜鱼的印象都很差 因为它是垃圾鱼 这种鱼的适应能力很强 几乎什么都吃 不管是臭水沟还是泥潭 它都能活得好好的 也正因为如此 大家都不愿意吃它 不过现在已经有不少养殖户 对这种鱼进行人工养殖 卫生环境还算可以 想尝试的话 选择人工养殖的鲜鱼即可 第一名 巧克力 美味丝滑的巧克力居然是最脏的食物 这确实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巧克力之所以被称为最脏的食物 与它的制作过程离不开关系 众所周知 它的原材料是可可豆 目前全球主要的可可豆产地在非洲 当地因为生产功力落后 通常会使用人工加工的方法 而当地人的卫生意识又非常淡薄 加工过程中 有虫子掺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 很多国家对巧克力生产加工的管理 还十分松险 只要巧克力当中的杂志不超过一定的数量 就会被列为合格产品 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不错的领导就帮探长点个赞 谢谢